大家早上好 你们好吗 当我在准备这个工作坊的时候 我不要说是关于历史 所以不是说历史 是说他的故事 你知道吗 在这个先知的学校 你知道什么是四个最主要的意义 在这个历史的秘密里面吗 因为是非常重要让我们知道 以前在上帝是如何行的 所以我们需要圣经 整个圣经都是历史 是一个非常圣洁的历史 我爱伦师母告诉我们 我们对未来没有任何恐惧 除非我们遗忘了上帝 以前如何带领我们 这只不单单说我们 父灵教会的教育 但是也是对 整个四季的教会 我们在聚会的时候 上帝的教会以色列做了很多的错误 但是他们也接受了很多的恩典 今天我们的工作坊呢 我们会专注在一个特别的时候 就是对上帝子民的这个时期 是在一个非常改变很快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关注力都在耶路撒冷城 在圣经里面呢 它并不是一个接一个发生的 因为呢这些信息 分在很多个书里面 好像这个王的书啊 这个先知的书啊 所以当然对很多教会 就会很混乱 这些尼西米啊 以西节啊 这些耶利米啊 所以今天我们要弄到非常简略 可以容易摆 就是我们用说故事的方式 我们并不是说一本书一本书 还是一张一张来看 我们就想要看 这样看电影 这样一年一年这样子看 如果你再写抄下笔记 可能我会说这个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 这个耶利米的这个书里面 或者是那个时候 在这个 这个大耶利先知的时代 我们不会读完整个章节 因为呢可能太过多了 可是在你的脑海里面呢 你就会有一个印象说 这个时候发生这个事情 今天我们的第一场呢 是说巴比伦复兴 你们很生分吗 让我们归下来这个开会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福 我们感谢让我们的机会 能够读你的圣经 也能研究你的语言 也是这个非常圣洁的历史 当我们做如此行 就是您打开我们的智慧 让我们能看到你的智慧 也让我们从我们先祖 所犯的初语中学习 朝着信息让我们能够得到应许 就是您让我们在我们的信心 更加保守 直到你的话语呢 是非常有准确性的 恭喜耶稣的命而祈求 巴比伦 当你看到这个属世的 这些资料的时候 你就问了这个巴比伦 到底是开始 最早期的这个历史里面 都记载呢 他们找到这个巴比伦 已经存在了 所以在圣经里面的 这个巴比伦 层是非常久远的 所以当我们在圣经里面 可以看到 在洪水之后 就有看到这个巴比伦 就很多千年之前 所以在我们前面 我们看一个大略 然后我们才开始我们的故事 你们都知道巴比伦的故事 对吗 你们知道为什么巴比伦 叫巴比吗 那个是叫做变乱 混乱 圣经里面记载 这些历史学家呢 说一开始呢 这个巴比伦叫巴比拉 可能是这些巴比伦 他们的这个 混乱变乱的意思 但是很快呢 另外一个种族呢 住在那个地方 它是叫做苏美尔人 苏美尔人 可能你在读苏有学到 他们呢 他们呢 开始发明了这个字 他们呢 发明了这个文学 sorry 这个力 信学 除了这个中国人 还有这个埃及人呢 他们是最高智慧的 这群人 他们的这个 他们叫这个城市呢 叫卡丁加拉 这个文字呢 它的文字是很特殊的 所以跟其他的不一样 你看到这边有Ki吗 它就说这个名字 证明一个是城市的名字 所以卡丁加拉 这个意思呢 就是上帝的这个门 就是通过这个门呢 你可以去到上帝面前 所以那巴比伦 他们用这个 很像希伯来文的文字 就在这个苏美俄人的 这个语文之下呢 所以他就把这个 巴比拉换成巴比林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呢 这个也是 它一样意思 就是上帝的字门 一开始呢 它是说只是一个神的这个门 然后过后呢 就变成很多 过后呢 就变成很多神 因为很多神就被发明了 你们知道宁路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地图 这个巴比林是在这里 你们看得到吗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 这个宁路他去了 占领了几个国家 就是这个亚述国 尼尼维城是叫做尼努阿 然后还有这个乌鲁 然后有一个城市 叫做阿卡 是一个 这个就是 这个洪水过后的 第几个国 虽然很开 在这个我们熟世的历史当中 也是说到最早的这个帝国呢 就是差不多 同样的领土 我们不确定是否是 宁路的这个帝国 还是其他的王的帝国 因为呢 这个帝国呢 就是叫做该那个名 应该是叫做阿卡的帝国 这个呢 在创世纪那边说到 它是它的这个市中心 然后呢 它的那个市中心的名字呢 是用这个阿卡德语来命名的 阿卡德呢 它有两种话 一个是北方 一个是南方 是一个北方和南方 北方呢 过后就知道是这个叙利亚 然后整个这个国 分裂了 然后呢 南部是巴比伦 北部是亚述 所以呢 这两种语文 亚述语和巴比伦语 其实它们是一样的语文 就好像马来文和印尼文 我们知道那本来是一样的 可是过后呢 就有一些变化 所以在很早期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洪水过后 这些人呢 他们从这个 Sumerian那边呢 他们拿到这个字 然后这个字是看起来像这样的 就看起来是像这样子 你看起来会不会很奇怪 就是我好像我们欧洲人 只如何看中文这样 所以就像科学一样是这样的理念 就像华文呢 其实每一个文字呢 代表一个音符 所以是当后这个 英国字母还没有被发明之前 他们用这个 所以我们觉得华人历史 是非常久远的 因为我们一看他们的字 跟这个一样 随便是看的 这个是阿卡德的这个文字 所以是非常有趣 如果我们可以读 是很多年前的诗 然后他们还有这个地图 有可能不像这个 我们手机的这个地图那么快 所以其实这一些都是 分数 所以你看是非常有趣 如果你用这个 这些的信息 信息型文字来做数学 所以有其中一个城市 在那个地方呢 是叫乌鲁 就是在圣经中是乌 乌鲁 你知道这城市 那城市你们知道什么 是亚布朗罕他的家乡 我们也知道 我们知道过后 亚布朗罕就离开了他的家乡 我不会告诉你这个故事 因为是大家非常熟悉 所以乌鲁在非常的南部 但是这一部分呢 就在这个圣经的时候 是在水底下的 现在呢 有可能看到土地 可是那当时候 其实是海洋 所以那些人呢 他们叫做海中之人 然后过后 是沙漠 所以他就出去了 他家乡 然后经过很多河 这个是乌鲁拉底河 还有另外一个河 然后他们去这个哈兰 或者是叫哈兰奴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城市 就是他这样子看 所以这个就是亚布朗罕和他的这个家人来到的城市 然后呢 他的父亲就在哈兰这边呢 去世了 然后呢 那个亚布朗罕又再继续地往南走 然后就来到加南地 然后这个是应许之地 然后这里还有很多发生很多故事 然后现在我们翻开圣经 在那时候呢 在上世纪有一个故事 这个亚布朗罕呢 他打了一个仗 他遇到了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麦奇奇德 你们听过麦奇奇德吗 在创世第14章 第18节 又有撒冷王麦奇奇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 所以我们知道呢 这个国呢 过后就变成了耶路撒冷 因为那时候它是叫做撒冷 你们知道撒冷什么意思吗 就是和平 你们在马来文 这个字是一样的 所以那时候呢 是有一个非常上帝祝福的王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先贤 这时候可能在亚布拉罕 然后呢 巴比伦又有这个 这个比较多的能力 虽然不是像那时洪水之前 那时候有那么多能力 那时候呢 最出名的这个王呢 就叫做哈姆拉比 你们听说过哈姆拉比 他的名字非常的有名 因为他是第一个人 有这个写下来的这个律法 所以他写下这个律法就是说 如果一个儿子打他的父亲 他们就会把他的手给切了 就是非常严谨的这个律法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哈姆拉比 可是他们王朝呢 可能就没有这样重要 在圣经的时代 我们跳了几百年 在我们在摩西的时代 上帝的子民呢 在增加很多 他们从埃及出来 然后四十年过后 我们进入迦南地 然后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就背叛了上帝 然后就是到四十的时候 我们去四十记记十九章 四十记记十九章 然后我们去十和十一节 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撒冷的城的另外一个名字 所以撒冷的意思是平安 那人不愿再住一晚 就背上那两匹驴带着窃起身走了 来到耶布斯的对面 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 所以那时候城市并不叫撒冷 现在是叫做耶布斯 是说被践踏 那时候并不是 侍奉上帝的王来管辖 而是这个迦南的人来管辖 虽然以色列呢 他已经占领了很多这个迦南的领地 可是还有一些呢 还是在这个迦南人的手中 所以呢 这个耶布斯就是其中一个呢 完全不能够被攻打下来的这个城市 所以他们还是在这个迦南人的手中 直到呢 有一个人呢 来到这个故事当中 他的名字叫大卫 你们知道大卫的故事吗 当大卫被成为王的时候呢 你知道他被这个以色列追杀了很久 最后呢他就成了这个以色列的王 他说哎呀我需要一个首都 然后就在看 然后就看到整个国度 就一个城呢 还是被这个敌人的 在这个敌人手中 就是这个而已 所以呢他就要把他的这个首都呢 放在这个耶布斯那边 就是这个城市 还是在敌人的手中 就像耶稣这样嘛 他也是大卫的后裔 大家看到整个全世界的时候 每个人都是跟从他 只有一个地方 就一个星球呢 还是在背叛他 所以耶稣就说呢 我要把我的王国放在这个地球上 我的这个王国呢 就会在这个星球上 就好像这个大卫呢 他占领了这个耶布斯呢 然后把它变成耶路撒冷 所以耶稣呢 他就要战胜 在这个地球上得胜 然后把这个当作是世界上的中心 全宇宙的中心 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城 就是平安的更基 这个耶路撒冷的名字是非常有趣 因为一开始呢 他的名字叫Jerusalem 在英文呢 他其实不能这样发 最华语就不能 但是在希伯来文 他们是有单词 还有多数词 然后他有双数词 所以有一个字呢 是给一个的 然后另一个字呢 是给两个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字代表很多 所以如果你说这个词呢 就代表是双数是两个的 比如说我们说 一双手一双耳朵 所以这个Jerusalem 它是一个双数词 就是有两个耶路撒冷 你知道吗 有两个耶路撒冷 一个是在地上 一个是在天上 所以当这个双数的耶路撒冷 我们知道呢 其实有两个天国 有两个耶路撒冷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大卫的建了那个城 然后呢 他的儿子 所罗文王呢 就建了这个殿 圣殿 这个是以色列的最光荣 最光辉的时刻 我们呢 是在公元后一千年 就是在公元前一千年呢 这个耶路撒冷是整个国度呢 最光荣的国家 所以那时候呢 所罗文发生什么事 他发生了什么事 你记得他的故事吗 他发生什么事 他有太多妻子了 我觉得他应该不记得 他妻子的名字 然后有太多神了 然后他被盗 但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 就是这个以色列的王 分裂了 就是分裂成北方和南方 所以我们有北方国 以色列 南方国 犹太国 所以我们知道 在这个王的历史当中呢 就是一直 北方南方一直攻打 他们一直有战争 有很多的不同的王 然后有很多先知 所以当你读《独猎王记》的时候 有其中一个这个敌人来到 就是亚兰 亚兰人 亚兰人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叫做 亚兰人 然后你知道奈曼吗 他就是 这个叫做亚拉米人 这亚拉米人呢 他们和这个希伯来人 是非常的有联系的 因为他们住在亚伯拉罕之前 有住过的地方 然后他们的这个话语呢 是非常的像 他们语文是非常容易的 你知道当语文变成很容易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吗 什么的语文是非常容易 就好像是很国际性的语文 不是华语 可能是英文 因为英文是比较容易 所以每个人都会说 我也可以说一些 所以亚拉米语呢 就是变成一个国际性的语言 所以在很多地方 他们都有应用 所以我们当这个亚拉米呢 这个人呢 他们过后呢 就在这个 大尼里的时候看到 但是呢 亚兰人呢 他们从来都没有 变成一个团结的国度 他们的这个种族呢 都自我中心 他们不愿意 将自我献上 所以有时他们可能会一起来攻打以色列 可是他们还是不同不同的国 全部是一个小小的帝国 而不是一个很大的帝国 然后他们有另外的这个 那时候他们这个字母呢 是越来越普遍了 其实是比这个之前的 比较简化了 这看起来不像这个英文的字母 可是它的功用是一样的 所以你知道耶稣他是说什么原语 他母语是这个 亚兰文 亚兰文是那么的普遍 所以他们不说希腊文 他们说这个亚兰文 所以那时候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 就说以利里以利 然后所以他是说这个亚兰文 但是呢 当我们去看到这个历代之上下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另外一个力量出现了 这个力量呢 就是叫做亚述 亚述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呢 就会有这个掌权的力量 所以我们一看呢 其实他的领土是非常庞大的 然后还有去到这个埃及 然后他们也掌管这个巴比伦 他们被认知是非常残忍的 当我说他非常残忍就是非常的残忍 你有听过这个恐怖分子吗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像Iris那些恐怖分子这样恐怖 如果他们打仗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抓这些士兵 他们就会把他们的皮包下来 就好像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约拿这些 当他要被叫去和这些亚述人来传道的时候 他会再思考一下 你想想如果现在上帝叫你飞去伊拉克 然后跟这些恐怖分子传道你要去吗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约拿他 其实那样的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你仔细看 虽然全部都是青色 但是其中一个地方并不是青色 那个就是犹太 就是犹太国 亚述国呢 他统治了这个北方的国 所以他们把这些以色列人都掳走了 可是这个南方国呢 他们还是独立的 他们可能要献一些贡品 但是有一个王呢 也说我也要这个耶路撒冷城 我要占领他 所以现在有一个恶王 他呢有一个 这个好像巨人的 这个怪兽的这个兵队 OK 这些犹太人就很小 然后很少人 他们没有人帮他 最惨的是呢 他们被盗了很多年 有一个先知在他们里面 他的名字叫以赛亚 以赛亚呢 一直警告这些人 所以呢这个王呢 他去到这个耶路撒冷 就是叫这个名 我们知道这个名字 是有一个亚树名 你要知道他是看起来像什么吗 这个是他的照片 应该是叫西拿基利王 虽然不是照片 你看这个海里面的鱼 然后他就来和他的这个兵队一起来了 他们呢就把这个犹太国呢 变成荒凉 所以你看呢 他们这些是这个在拉宫的这个士兵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城呢 叫做拉吉 他的名字是这个拉吉 这个非常 它有很难被攻打的这个城市 这个城市呢 就被这个西拿基利给占领了 这么重要呢 所以他就做了很多这些艺术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们去这个图书馆呢 在这个英国呢 就会看到很多这些记载 可能你们看不清楚 可是这个是这个墙壁上的话 他们呢 就做了一个爬梯这样子 可以给他爬上去 然后能够翻越墙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王 他坐在他的宝座上 他就看着呢 他的士兵怎样攻打这个城 你可以看到那边有字吗 这个字呢 就是记载了他说的什么 就好像一个漫画 这样你有一个图片 然后有这个字 所以如果你要知道 这个字说什么 这个是字 这里就是说 这个西拿基利啊 这个非常大的王啊 他是亚兰人的王 坐在这个审判的宝座上 就是在这个 Lakish城里面 我给你这个 我允许你去杀人 所以你看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这个漫画 如果呢 你可以阅读这个文章呢 你就觉得很有趣 但是呢 这个呢 其实也是记载在他圣经里面 西拿基利呢 其实他并不是只是单单要占领这个 Lakish 他也是要占领耶路撒兰神 所以在1831年 1813 1813 大家看到一个监牢 就是叫做这个 西拿基利的监牢 然后呢 他就说到了 这个事情的细彩 非常清楚 有两行字是非常有趣 你可以读吗 是其实很容易的 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 然后我们看看 这个他是这样子说的 就是这样子念 我听起来很像华语 可是有可能你现在可以读 Ursalem有什么意思呢 耶路撒冷 你很厉害 你可以读 这个字 Yaudai 这是Yaudai 这是Yaudai 如果你会猜中的话 你就有奖品 Kazakiyahu Kazakiyahu是什么意思 是一个王 It's Hezekiah 对的 就是 Yaudai 对的 就是Yaudai Yau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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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其他的 这个诸诸 有说到他的名 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吗 2 Kings 18 and 19 是在 2 Kings 18 and 19 是在 这个猎王纪下 18 十九章 所以这个故事 是这样发生的 所以有一个 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在 政府里面做工的人 他说你们要投降 所以这个西西迦 就派了几个人 然后他们就在 这个城市前面 有一个集会 然后这个亚述国 就说你的上帝 并不会帮助你 所以西拿基利 这个王 他就一直在 警告这个 上帝的子民 所以他其实在 用这个希伯来文 来说 所以每一个人 在这个城市里面 的人都会明白 他所说的 然后呢 这个西西迦 他的这些 他的这些大使 就说你不要说 这个希伯来文 你要用这个 我们国际的语文 这个语文是什么呢 对的 就是这个亚述文 所以如果你用蓝文 不要让其他人 能够明白你在说什么 可是他怎样呢 可是呢 这个西拿利基呢 他就用希伯来文 来喊说 你们坐在神墙上的 你们现在在喝着你们尿 这是他所说的 因为他们是在饥饿当中 我们将会把你们击杀 如果你们不投降的话 然后没有人回答 所以西西迦呢 他就很害怕 怎么办呢 所以呢 他就送了这个 以赛亚这个先知 然后这个先知呢 就赞美 然后呢 上帝呢 就赐下了一个意象 给他看 因为呢 在西西迦的时候呢 这里有这个改革 然后复兴 耶路撒呢 这样并不会沉沦 你们知道吗 叫耶路撒什么 他说呢 是西安山的这个处女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因为呢 在之前呢 同样的人呢 他说这个 耶路撒冷城呢 是一个淫妇 所以呢 当这个以色列呢 他们被盗的时候呢 以赛亚呢 叫他们淫妇 可是呢 现在他们呢 哭泣 他们进食祷告 他们回到了上帝的面前 上帝就告诉他们 你们就产生一个处女 就是用因性诚意 这个道理 就是救恩 所以呢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有一个晚上 这个上帝的天使 来到地上 有一个天使 他有一个很强的刀 然后呢 他就去杀略 185,000 一千 一百八十千 的人 其实呢 并不是用什么 很大的船队武器 只是一个天使 所以耶路撒人 就被拯救了 就没有被到 这个亚述人的手中 然后这个王呢 就回了 所以呢 他就被预认了 他会被他自己的儿子 杀死 就在那个时候呢 又有另外的一个故事发生 虽然不是很清楚 是之前还是之后发生的 可是大概是在那个时刻发生 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西西加王 非常的病重 所以撒亚这个先知 来到他面前 他说 哇 你是一个很好的王 可是呢 我从上帝呢 得到了一个消息 你知道这个消息是什么吗 他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他要死了 你会做什么呢 如果有个先知 告诉你你要死了 你会很开心 还是很难过 至少呢 西西加他是非常的伤心 所以呢 他就转了 然后就在哭泣 他说上帝 可以让我活久一些 救救你 救救我 就是因为他在哭泣 然后呢 上帝对他有怜悯 当以赛亚呢 他是要从这个宫殿出来的时候 上帝说停 你转 回来 所以呢 他就告诉他 你并不会死 你还会活多15年 所以呢 以赛亚呢 就被叫做 这个医押不道 所以他做什么 就是拿这个 五花果子 的果子 然后就把 放在这个西西加的手上 然后呢 他就会被康复了 然后呢 然后西西加呢 说我可以看到什么 征兆吗 我会被复原 会被医治 然后以赛亚说 你可以选 你知道这个 用太阳做的 这个时钟 你要怎样呢 你要给他走前 还是走后呢 10度 然后西西加就说 他说 太阳向前走 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要向后走 所以你知道 发生什么事吗 就是这个太阳的时钟呢 就往后走了 你看 是在那个时刻 在很多里的地方 有一个呢 智慧者呢 就看到了这个太阳 所以呢 就发现了一个 很难描述的事 其实呢 这个文学家呢 他们呢 是被这个 巴比伦整 还有亚树人 发明了 这时候呢 这个巴比伦的 这些文学家呢 他们看到这个太阳 他们说 这个太阳 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呢 是在历史上的 非常一个重要的时刻 在那个时候 巴比伦呢 有一个王 因为呢 那时候是在 亚树的王度 他并不是独立的国 所以呢 虽然他们有可能 他们还是在 亚树的帝国里面 所以他们自己 不能够有这个外交 但是呢 这些巴比伦的人呢 他们发生的 非常惊奇 为什么 会发生这样的事 天空发生什么事 所以他们就上网查 然后他们就研究 然后他们就发现呢 因为有一个 以色列的国的王啊 上帝就把这个 太阳的转 轨道而改变了 所以呢 这个巴比伦王呢 他讲 我自己的神 从来没有这样对我 我的神呢 马度呢 从来没有做这样的事 所以我要对耶路撒冷的神呢 要更加了解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一个 十字路口 在天国很多人会说 在天国很多人想 可能会发生什么事 因为呢 现在呢 这个王呢 他就把这些大使 送去耶路撒冷城 你要知道这个王 长什么样吗 这个就是他的脸 这个就是那时候的王 你要知道他叫什么名吗 就是叫这个名 然后他的王是 马度 在他的语文 他就叫这个名字 然后呢 我们就看到 所以呢 他的大使呢 就来到这个 西西加的面前 所以呢 他就带了很多礼物来 他就告诉他 我听了这个神迹 你可以不要告诉我更多 所以西西加 其实应该怎么样呢 他应该怎么样做 他应该告诉他上帝 也给他呢 这个 以撒亚的这个 预言 那时候 他已经有了 这个是我们的 我们新智的意象 新发现 也给他这个 摩西五经 所以呢 在这个历史当中呢 你知道吗 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那个时候呢 我们的历史就会改写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的 一个功课 有些时候呢 这些机会 还有呢 很多的这个 我们会再学习 就是因为呢 他没有应用 这个良好的机会 他做什么呢 他是想 哇 你们从这么远来 从亚布拉罕的时候呢 这个巴比伦和加南地 是没有联系的 所以呢 在一千年之后呢 才遇到这些人 他想 这些人从 世界的另外一端来看我 而那时候呢 我并不是一个 很大的国 他们呢 是这个亚兰国 亚述国 所以呢 我还是自得自立的 所以呢 我就要表现一下 所以他就给他看了 他的财富 给他看全部这些金 然后带他们去圣殿 然后呢 巴比伦的这些人 哇 他很多钱 他有很多钱 很多金 然后他的这些 店里面的这个用品 非常的光亮 哇 好有钱啊 哇 很多很多钱 他们没有说 只写下来 他好像华人 可能外表看起来这样 可是其实是另外一样 所以他们就 很有趣很有趣 可是他们 静下笔记 他们回到了巴比伦的时候呢 他就告诉 广 他就写下来 如果呢 在以后呢 我们有这个机会 去到耶路撒冷 我们要 他们有很多的金 可是在那个时候呢 王什么都不能做 因为呢 喜纳基地 他会去 占领这个巴比伦 所以呢 我们一看到 这个 西西家 所以过后 他有一个儿子 他名字是 曼拿西 所以呢 就变得很糟糕了 如果呢 他在上帝 最初的计划呢 这个 他死了过后 他就会有这个儿子 曼拿西 如果呢 上帝觉得 你是最好的计划 是死去 你最好是死去 比较好 所以曼拿西呢 他就把这些 拜偶像的这些东西 加入到他们的国家 所以当那时 有那个议员 你知道他把这些 先知怎样对待他们吗 他就杀了他们 但是这个人呢 是这么恶 他敬拜所有的 这些偶像 所以当你 敬拜 所以当你 敬拜假的时候 你的品格也改变 所以他们就有一些 风俗习惯 就是这些风俗习惯 你知道这些小孩子吗 他们讲 什么孩子 要可以活 所以他们就带这些孩子 去到一个山谷 然后他们就会烧 他们就起一个火 然后叫这个孩子 跳进火堆里面 然后如果每一个孩子 跳进火堆里面 然后没有死呢 他们说 你是一个好孩子 每一个孩子死的呢 就是呢 献祭给他们的神 你可以想象一下吗 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王 他们其实是 这个上帝教会的最高的人 他们竟然呢 先把他们自己的孩子 献给外邦的神 所以他对以赛亚做了什么呢 他用这一个工具 他就把它切 用这个锯来锯他 变成很多个坏 真的是非常的恶毒 所以那时候呢 这个西纳基地还有在 以赛亚呢 他就已经预言了 他会被他的两个儿子杀死 在亚过后 在尼尼尾那边 所以现在我们看另外一个王 所以呢 这是他的照片 他的名字叫做亚述巴尼巴 他觉得他自己是一个 非常喜恶的王 如果他们觉得他自己 很有力量的话 他们就要彰显出来 所以你知道他最大的喜好是什么吗 就是把这个 杀死这个尸子 所以他叫做自己是猎尸人 然后呢 他就拍照了 放在网上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他们的Instagram 还是在这个墙壁上 所以那其实我们 世纪过了那么多 可是其实没有改变多少 他很像是一个很喜欢打仗的人 他是呢这个亚述国的最后一个最强的王 他也喜欢这些文学 所以他有一个很大的著书馆 然后他就从全世界找到这些资料 在这个十九世纪的时候呢 他们就发现了 他已经收藏了这一些文字的资料 所以在他的那个世纪呢 大概已经一千多年前的资料 所以这个是非常著名的文学 他说到了这个洪水 这个世界呢 被洪水扑盖了 然后呢 那些在这个方舟上生存的人呢 这个呢 就是巴比伦他们的那个挪亚的故事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仔细的观看 所以呢 马纳西呢 就来被据到亚述 所以呢 我们很难想象他竟然悔改 所以呢 马纳西呢 我应该会在天国看到他 但是他死了 在642年的时候 就是公元前642年 然后他的儿子亚门成为王 然后呢 他就像他的父亲之前 是一个恶王 两年过后呢 他被刺杀 被暗杀 然后你看呢 这个国呢 是越来越衰败 所以下一个王是谁呢 并不是 就是一个 不是一个成人 是一个小孩 他只是八岁 所以呢 这个马纳西的过后呢 然后呢 亚门 然后呢 约西亚小孩 所以你们看呢 他们这个国度呢 是越来越来越衰败 但是呢 约西亚 他是从另外一个种族的 虽然他很年轻 可是呢 他想要跟从上帝 但是呢 他的国度呢 是越来越的背道 有几个中心的人呢 他们还在说 我们是否能够 站立地稳呢 在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先知 他的名字是 哈巴谷 然后我们去到哈巴谷 第一章 哈巴谷书第一章 然后就问呢 你的这个墙包要到几时呢 我要看这个罪孽 看到几时呢 然后上帝说什么 他说呢 我要做一些事情 是你们没有想过的 看第五第六节 有话说 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 大大惊奇 因为你们的时候 我行一件事 所以有人告诉你们 你们总是不信 我必兴起加勒底人 就是那残忍 暴躁之名 通行遍地 占据那不属 自己的住处 所以巴比伦 人呢 是在倒回来 那时候呢 亚伯拉罕呢 这个巴比伦 就在那个时候 是非常兴旺的 现在巴比伦 要开始复兴了 我真的想不到 我真的想不到 这个事情会发生 以赛亚呢 已经跟西加说了 有一天呢 这个王的子民呢 子的孩子呢 将会在这个巴比伦 的庭院里面 现在呢 哈巴谷说的同样的话 就是这个巴比伦 人呢 他们要成 当你看周围的时候 看起来好像应该不会发生 亚述人呢 是非常强盛的 但是呢 上帝借着亚哈巴谷 他不只说呢 这个巴比伦会兴起 在第二章的时候 他又说巴比伦会沉沦 所以是非常有趣 这个是说呢 你知道你想象 我告诉你 在几年之内呢 这个呢 旧帝国罗马会再回来 然后呢 他罗马又再次复兴 真的吗 你知道吗 是好像在几千年前 发生的事 就像他说 这个巴比伦神 又再回来的时候一样 然后呢 然后我们知道什么名 哈巴谷 哈巴谷说这个巴比伦呢 就像这个豹子一样 他们很快 就像这个老鹰 然后我们来看到一个年份 就是公元前627年 这个时候呢 这个亚述国呢 他们开始颤抖了 那时候呢 竟没有这个很强的王 所以呢 他们这个很强的国呢 他们自己有内乱 在那个时候呢 上帝觉得呢 他需要一个非常强的先知 因为上帝已经预知了 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他需要了一个非常强的先知呢 和这个勇太国的王 一起为了准备 弥赛亚将领 所以他就找一个非常年轻的人 这个年轻人呢 是非常属灵的 他也可以成为这个 先知的领袖 你知道他找了谁吗 这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叫摩明 不是丹尼里 就是耶利米 就是习布莱文是这样子念的 耶利米 当他被护照的时候 他说什么 我还是很年轻 但是上帝需要他 就在同一年呢 这个亚述国 他们开始颤抖 这个云呢 就遮盖了他们的大地 所以呢 上帝告诉这个耶利米 我需要你 因为基督教快要来了 所以呢 这个耶利米呢 他就在传扬这个哈巴谷 西方尼亚他们 所讲的这些道理 所以呢 那时候呢 西方尼亚和哈巴谷 他们的 都是同样平行的 在年复的年呢 耶利米都说 你们要悔改 因为基督教要降临 你知道一年过后 发生什么事吗 就在626公元前 这个巴比伦的领将呢 就是叫这个名 其实就是 纳破伯拉萨 他就看到这个机会呢 这些亚述国啊 正在他们内乱 所以呢 他就要把这个 巴比伦成 成为独立国 所以呢 他们是在这个 南方的一个 小小的国家 亚述国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度 可是他开始 已经失去了 一些领地 所以亚述国呢 他就失去了 这个埃及啊 巴比伦 所以呢 他们以西结 还有尼西米 所说的这些 预言呢 就要被应验了 可是拿伯拉萨 说我太弱了 我需要一些朋友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 西部 然后看到这很多山 这个山里面呢 有很多这些新的族派 他们刚刚搬过去那边住 然后他们是新的 这些领居 然后当新的领居来的时候 你们就要做朋友 他们是叫做 就是 米迪 然后呢 这个巴比伦呢 和这个 米迪 猪呢 马代 哦 sorry 马代国 然后他们做成 同联盟 然后说呢 我们住在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住在平原 你住在山上 让我们一起合作 因为这个马代人呢 他就说 我不知道你的语言 我们还没有找到 这些记载 他们说 这个好了 这个是一个好的理念 所以在三年过后呢 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发生 当这个约西亚呢 他们要成为这个帝国的时候呢 他说呢 让我们来洁净一下圣索 因为它是很 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洁净 所以呢 这个祭司呢 去到这个圣索里面 然后就扫掉了一个书 这个书是一个古代书 谁写了这个书呢 哦 这是摩西写的 这个就是呢 这个明书记的其中一部分 这个是生命记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就被带到的 去这个王的面前 所以这个王呢 他在看 所以呢 他就看到了 这个圣经里面 记载呢 到他现在的 这个时候所发生的 所以呢 他们就和这个圣经里面 写的 和他们国家 所发生的 他们发现呢 他们国家 是非常地悲道 所以当巴比伦的兴起 上帝呢 就彰显他的话 就显著的话 什么事情发生呢 在旧约里面 最大的这个 复兴改革呢 就现在开始了 约西亚呢 真的要带领他的国度 回转回 所以呢 他就和这个 这个先知呢 有着沟通 那他说什么吗 耶路撒冷已经去到太远了 最后呢 可能会被灭亡 但是呢 在你的时代 并不会发生 所以以赛亚呢 想要把他的国的 这些罪孽呢 把它减少 他把所有的 偶像都 丢弃都毁坏 就像是在北方的 在那时候呢 这个所罗门 所敬拜的偶像呢 所做的偶像呢 他也把它毁坏了 大概是三百年之前做的 那时候呢 这个亚述国 他们在 要腐败 要颤抖 八年过后 在614年 这个马代国呢 他就打了 这个亚述国 所以他们去攻打 这个城市 然后把它毁坏 所以呢 这些亚述国的人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巴比伦的人 他想如果我们一直在打仗 我们就没有得到什么 所以呢 巴比伦和这个 米兹 应该是 马代 然后他们攻打 尼尼威 所以他们巴比伦 什么 打这个尼尼威吗 那时候是约纳 然后我们知道 他毁坏了 在圣经里面呢 有另外一个记载呢 这时这个尼尼威 有这个 倾倒了 那时候这个 拿红有说到 这个尼尼威呢 就被 掳走了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时候呢 就是所有这些国家 都属于这个巴比伦 所以这个亚述国呢 就去到西方了 然后三年过后呢 两年过后呢 大概是在609或者610的时候 只有这个巴比伦 然后呢 他们去攻打哈兰 你知道哈兰吗 这个城市 它有这个 很可爱的 这个屋顶 然后这个 亚伯拉罕 主住的地方 我可以多两分钟吗 OK 可以 他们占领了这个国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那时 亚述国已经 摧毁了 他们只有几个士兵呢 在这个 最后的 这个 帝国 圣经主 如果没人帮他们 他们几年之内 就被消灭了 所以巴比伦呢 就会统治所有的地方 有些人说 我不喜欢这些巴比伦人 这个就是法老 法老说 我甘愿有一个亚述国 多好过有这个巴比伦 现在我们知道的 这法老尼格二世呢 这个他这样子 他看起来是这样的 他就去和巴比伦争战 让我们看到 当他需要去到北部 跟他争战的时候 他需要经过犹太 所以他去到犹太 你知道谁不喜欢这个吗 就是约西亚 他做了一个最错的决定 他说 你不能来到这里 那时候呢 他给予一个很少的士兵 他就对法老说 我不让你经过这里 法老尼就说 我不想和你争战 你走吧 我觉得我不要跟你争战 你就走吧 我要跟这个巴比伦打仗 你走开 而且他说不行不行 这是我的国家 就在那个地方 他就被杀了 这个就是结束 就是这个好的王呢 就这样死了 所以他就把他的儿子当作新的王 但是法老不喜欢他 法老王就去大国说 你不是王 我就做了另外一个王 他就把这个王呢 就带回去埃及 然后他生命死了 所以他的哥哥呢 约亚敬 是叫做上帝被高举 然后法老王呢 把他的名字改成约亚敬 主高举 现在我们就结束了 今天下午呢 我们会说到这个 续网 他们正在准备呢 最后的征战 让我们来看 如果你要知道他们的名的话 还有他的工作 还有这个故事怎么样张开来 今天下午你们再带回来 今天你学到什么呢 不要犯错 有错不可失这些机会 然后听预言先知的话 让我做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通过了这些国家 这些世纪 我们知道呢 你的这个国度的 你是长官 你是长官历史的 其实你有给以色列更好的 这个故事 但是那里会到何做 让我们从他们经历做主习 让我们就着急的来 恭喜我们师兄 Amen Amen See you there 谢谢 不客气 谢谢